这是Delet,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者嘛。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世界地球日达赖朗玛尊者呼吁把全球利益放在首位。达赖朗玛尊者祈祷能早日听到班辰朗玛的消息。 达赖朗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致函祝贺马克龙连任法国总统。 司政编把次人首次访问北美和德国。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2022年年度报告,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郎次人出席在米尔凯斯敦举行的深国旗活动。 印度各政党议员代表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上周4月22日是第53个世界地球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朗玛尊者发布声明, 强调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并分享了自己先是在西藏,后是在达赖萨拉见证降雪量的减少, 以及像西藏这样的地方变成沙漠的风险。 尊者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大自然和地球,强调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当天,达赖朗玛尊者还在达赖萨拉的情宫中特别接见了前来参加探讨我们的未来研讨会的全体与会者。 参与此次研讨会的来自拉达克的环保人士索兰汪秋先生在境界中向达赖朗玛尊者敬献了 从拉达克·卡东拉冰川取下的冰块,以凸显喜马拉雅冰川因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而正在迅速融化的情况。 达赖朗玛尊者告诉大家,我非常感谢越来越多的人对环境的关注,归根结底水是我们生活的基础。 在未来几年里,我们有责任采取措施,保护为许多人提供水源的大河。 此外,本周一,4月25日,是藏传佛教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一世班成喇嘛更登雀吉尼玛33周年诞辰日。 达赖朗玛尊者发布声明,祈祷能早日见到并听到有关第十一世班成喇嘛更登雀吉尼玛的消息。 当天,美国国务院也发布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公布班成喇嘛的下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先生还在声明中重审了美国的立场,指出美国政府一贯支持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及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语言权利。 与此同时,普莱斯先生表示,美国将重审藏人依据自己的信仰,并且在不受中共任何干预的条件下,选择、教育以及敬仰,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和班成喇嘛等宗教领袖的权利。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也于当天发布声明,再次呼吁中共当局向国际社会和藏人民众公布有关第十一世班成喇嘛更登雀吉尼玛和他家人的现状及下落。 与此同时,法国内政部25号凌晨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统计结果,现任总统马克龙获得58.54%的有效选票,获得连任。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随即致函,祝贺马克龙再次当选为法国总统。 达赖喇嘛尊者在贺涵中指出,西藏人民很幸运,我们在努力保护和发扬, 我们古老的佛教文化,同时得到了法国人民及其各自领导人的友谊和鼓励。 这是一种和平、非暴力和慈悲的文化,有可能汇集全人类, 请允许我代表我所有的藏人同胞,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同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看布所能单陪,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罢次人, 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曾庄玛女士, 均致函祝贺马克龙再次当选为法国总统。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罢次人于4月25日抵达美国后, 礼节性地拜访了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 第十一世班长喇嘛刚登雀吉尼玛33岁华诞之际,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取诸和康布斯加仁波切代表扎西伦布斯, 陪同司政编罢次人会见了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 随后,司政编罢次人率领的代表团呼吁特别协调员协助尽早解决藏中冲突, 并让达赖喇嘛尊者迅速返回西藏。 在与特别协调员会面结束后, 司政率领的代表团拜会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人所大使拉莎德·侯赛英, 并庆祝班承喇嘛的33岁华诞。 4月27日,司政还会见了一直在美国国会为西藏自由事业发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格文。 4月28日,司政会见了国会议员麦克·麦考尔,参议员吉姆·李希。 当天,司政编罢次人还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 并对南希·佩洛西女士长期以来大力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表达了感谢。 另外,本周二、4月26日,致力于在全世界发展和加强民主体制的独立机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于4月26日举办了一场座谈会, 并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罢次人发表演讲, 介绍西藏流亡政体的民主发展和演变。 4月23日,司政编罢次人在德国展开访问期间, 与法兰克福的藏人协会展开了互动交流。 司政讲述了藏人行政中央嘎下新成立的平台, 自愿宣传西藏活动。 此外,司政还访问了位于法兰克福的西藏之家, 并会见了该机构的成员。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4月25日发表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 将中国、阿富汗、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缅甸等15个国家 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 关于中国对藏传佛教的压制,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对藏传佛教进行普遍的控制和压制。 委员会进一步敦促美国国会确保美国政府执行与中国有关的人权立法, 如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和西藏政策与支持法, 以减轻中国境内宗教自由的压制。 位于伦敦西北五十英里的米尔凯顿恩斯的日本山庙寺于4月25日举行了深西藏国旗活动仪式。 这是连续第九年由当地居民凯瑟琳·莫斯丁·莫斯特和他的热心志愿团队举办的西藏国旗升旗活动。 在第一任公民市长莫汉·莫德汉的见证下, 凯瑟琳·莫斯丁·莫斯特女士在寺庙内接待了80多人, 并引用2022年自由之家的报告简要说明了每年升旗活动的重要性。 该报告将西藏列为世界上第一个最不自由的国家, 与叙利亚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自由度最低。 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由印度国会议员,包括来自比哈尔邦的议员拉吉夫·兰詹·辛格和吉普特·辛格·奥杰拉等组成的数十位印度各政党的议员代表团, 与本周到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展开官方访问。 这一印度议员代表团成员于4月26日对西藏人民议会进行了访问, 受到了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带领的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们的热情接待。 议长康波索南丹培欢迎上述印度各政党的议员代表团到访达兰萨拉, 并参观西藏人民议会。 议长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在中共占领西藏后的六十多年底对流亡藏人民众的慷慨援助, 以及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大力支持。 4月25日,议长康波索南丹培还会见了来自奥迪沙的联邦议会议员穆吉·波拉罕 和恰迪斯·加尔邦的联邦议会议员土耳西。 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